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防疫安排 有议员要求政府访后内地进行全民检测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说 本港检测范围较针对性 主要针对感染群组 专家一直批评香港病毒检测量不足 政府预定去到月底 才可以将每日检测量提升到7500个 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上 有议员建议请内地协助 全民进行病毒检测 在内地其实北京武汉有一个全民检测 其实是有效地控制疫情的 我想问一下我们究竟 可否在香港有这个条件做到全民检测 比较针对性的 因为基于我们的检测量 以及我们应该在现在 尤其是有爆发的情况下 预留一些检测量 给和爆发相关的人士 但是我们知道其他都是有一些能力的 例如私营 所以我们都会在一些目标的群组 例如餐厅员工丸社的员工 或者的士司机等等 我们都会进行检测 也有议员质疑 检测涵盖的人数不足够 院舍里面社会署只给每一间私人安务院 是说的是三个quota 由院舍自己去决定一边三个同事 去做一个检测 真是不见疫情不流眼泪 会看过案和爆发的调查 来看看有哪些接触者需要做一个检测 我相信那几间院舍 基本上所有的住院友和职员都需要 但这个也要视乎院舍的配合和合作 来安排员工和院友做检测 至于什么时候有结果 当局就说需要视乎检测进度 无线电视机者 林卓英报道